美國牛肉的議題也引發了到 這個縣市長的選舉上面 而這個民進黨天王蘇貞昌 謝長廷齊聚 為雲林縣長蘇智芬站台的時候 炮火全對準了馬總統 謝長廷痛批 馬總統根本就是美國人 才會輕易就開放美國牛肉梳台 這嘲諷的意味十分的濃厚 謝長廷還有蘇貞昌 民進黨天王齊聚 痛批美國牛肉進口 炮火全對準了馬總統 他欺騙了台灣人民的感情 很不應該 那所以他實質上是美國人 當然我們要求他說去抵抗 美國的壓力 牛肉進口 那就變成很困難 謝長廷痛批馬總統 根本就是美國人炮火猛烈 蘇貞昌也認為美國牛肉梳台 政府態度太軟弱 他們兩位都曾當過行政院長 也都曾立黨過美國牛肉進口 那台灣到底換什麼 我今天看報紙 說是換取我們官員 在美國過境 他要過境 要把我們的健康拿去交換嗎 民進黨執政八年 有感受這種壓力 我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也是一樣 但是我們堅持 蘇貞昌 謝長廷 民進黨天王同台 抓緊機會不只批藍營 批內閣 也批馬總統 把議題提高到藍綠對決 周天新聞將帶緊SNG小組雲林報導